哈囉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菲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虛擬貨幣的一點簡單知識 還有第一款用手機挖礦的虛擬貨幣 派幣的介紹 還有它要如何挖礦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主題啦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這邊我們會分成三個單元來跟大家做個介紹 那我們第一個介紹就是虛擬貨幣的覺醒 虛擬貨幣最知名也是最早被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我們的比特幣 但事實上呢 在比特幣前面 還有很多的虛擬貨幣其實都失敗了 那在2010年 比特幣第一筆交易出現了 這可能有些人有在接觸比特幣就知道 他第一筆交易就是一塊披薩 那他們總共用多少呢 用了1萬枚比特幣 那時候1萬枚比特幣是25美元 那到了現在 相隔10年 1萬枚比特幣值多少錢呢 答案是 9750萬美元 相當於目前的31台幣 這四年 漲了非常多 我個人也總結了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夯呢 第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是個去全球化的時代 隨著網路的發達 虛擬貨幣的出現是必然的 這是它發展的優勢 那比特幣作為一種貨幣 貨幣的形式並不重要 更重要還是附加在比特幣上面的信用兩個字 所以 只要越多國家承認這個數字貨幣就是比特幣 它自然就是個貨幣 但是很多人就會說 那比特幣真的有那麼好用嗎 因為講好像它很不錯啊 但事實上 我個人覺得它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目前來講 還是投機的成分 遠到目前需求的成分 因為大家還是比較習慣自己國家的貨幣來進行交易啊 像是我們身在台灣 我們就是用新台幣來做交易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虛擬貨幣目前最常遇到問題了 第一個就是它的轉帳成本 不是免費 它需要一點空空 然後當年的手續費 而且像是比特幣 以太地 或是有些貨幣 像這種比較知名 他們轉帳速度都很慢 可能要兩三個小時 但是 可能我們出去買菜 拿個紙鈔出去買不就好了 所以這種比特幣上是最核心的便捷 第一點的轉帳優勢 因為它的轉帳成本 其實就是手續費 沒有免費喔 反正越來越高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機器啦 大家現在很常聽到 就是我所謂的礦場跟礦工 目前挖礦許多的器具配置 機器配置就越來越高 使用不夠專業的電腦 來挖礦回用電費 比比特幣獲得的錢還要高 也就是說 我可能花了30塊電費 那我只拿到20塊比特幣 那這樣我們就虧10塊 所以這樣就會導致虧本的狀況出現 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我們今天重頭戲就是我們的派幣 那我這邊先介紹一下派幣的錢 那派幣的錢是史丹佛大學的兩名博士 它有名叫做發展出來的 這就是他們三位的資訊 這個是從他們官網接來的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那派幣 它發展出來的差別的 它是可以用手機來挖礦 而且它不會影響到你手機的運行速度 因為像以前F1的遊戲 開新通常 如果有一點年紀的人 應該都是有聽過這個遊戲啊 你在沒有開機的情況下 它依然會繼續跑 你只要每20小時去連續去採礦 沒上網或關機 它都是一樣是繼續運行 這種只要在手機關鍵的情況下 依然可以運行 就是它優勢所在 重點是 它是免費的 免費兩個字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成功 那它可以消出去 沒關係 它至少不會讓你虧本嘛 對不對 你平常用手機的時候 你就只每20隻腳把它抵下去 它還是一樣 那你可以關機 你東西不關機就沒關係 它就真的賣出去 賺不到錢 你至少不會有虧本的狀況 這是我個人認為它的優勢啊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馬上切入正題 我們正題 我們要如何挖去PiB PiB它目前在Google Play 還有在Apple上市都沒有 那官網也可以下載 我會把它的應用程式 官網 放在說明欄 那下載好了之後 我們打開程式進行注冊 那註冊目前有分二種 這一個是FB 第二個是我們的電話號碼 但是在台灣只能用FB進行注冊 注冊好了以後 要打推薦嘛 那这边非常重要,因为推荐码是一定要的啊,不然进不去挖矿界面哦 所以没有推荐你们啊,我个人啊,我用我的推荐码给你们啊,SiteStu26285 但如果你有朋友已经有玩这个,你也可以跟他要他的推荐码 因为这个推荐码会关系到我们所谓的挖矿速率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为什么会关系到这个挖矿速率 接下来,当你注册完你就会成功听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我们称作所谓的主界面 这个主界面,我们就只要记得按下旁边的闪电 每24小时回来按一次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开始挖矿了 但是他并不是一开就那么高 那要如何增加他的挖矿速度呢? 增加挖矿速度很简单 首先,我们先点刚才左上角这个位置的目录栏 点进来之后按EARMPI,也就是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自己确切的挖矿效率 他是怎样算你的挖矿效率的 好,我们一格一格来讲 你点进去EARMPI,你会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PIONER 先锋者 他就代表你的基础挖矿速率 那目前他在所谓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他一小时就只会挖到0.2Pi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阶段是在0.98Pi一小时 第二阶段在0.49Pi 那目前剩0.2Pi 可能有点低,但没关系至少有比没有好 第二Contributor Contributor就是在开始挖矿3年后才会出现的 那每个人可以增加20%的挖矿速率 最多你只能增加5个人 那这5个人都是要在你的安全圈范围里面 那安全圈,我们跳回来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安全圈就是这个盾牌 这个盾牌就是他在所谓的安全圈的状况 你可以把已经邀进来好友加进去 但最多就是5个人 你之后赚再多的人 他还是最多只会给你到100%的速率 那100%就是从Pionier 这个先锋整去乘出来100%的 那你看我是0.2和0.2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很重要的Ambassador 这个,他的算法是 你每一个挖矿人多25%挖矿速率 只有在挖的才会算在内 那像是我现在团队,我总共有10个人 那我只有5个在挖,我就会是5.25% 他就会给我多0.49% EHR的挖矿速率 那我还有5个没在动的,他就给我就是0 那我们这3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挖矿速率 听到这边可能会有人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确定 可不可以赚到钱 我可以实话跟各位讲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赚到钱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投资 我所谓投资通常就是有赚有赚 那PiB目前还是0元 因为他还没上交易所 所以不能确定价格 但是免费的,为什么你不试试看呢 当年比特币,相信买pizza那个人 也不知道他会涨到那么高 不然他可能会1万比特币去买一个pizza 对不对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涨到那么高 但是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吧 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亿万富翁 那PiB什么时候可能会换成现金 这边是很多人会问我的 那目前预定在3月14号会上交易所 那时候就可以卖出了,但这只是表定时间 我也不敢保证到时候一定会上交易所来进行买 但最后还是跟各位讲实话 他目前可能免费挖矿 可能到作是一场工 那你就给自己个机会试试吧 最后去尝试才有机会 不然之后想挖却不能挖 只能拿争钱买时 你就是欲哭无略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留言或私讯我的粉酸 跟我进行讨论 我是飞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